定于一尊无人跟进北戴河时间李鸿忠罕见表态 图 看中国记者林忠宇综合报道 据过往报道中共官场吹捧习近平 以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畏罪 近日北戴河会议被外界预测为正进行中高官大员时而往返办公这期间 历来被认为是政治变色龙的李鸿忠 突然再次发声要维护习核心权威 有分析认为这呼应了近期引起关注的定于一尊 之说自立战书上月中喊出保习定于一尊 之后官场跟进反应并不热烈 与中共十九大前后的表忠朝炯义以与有关吹捧之风 受到不少批评有关习家军保习定于一尊 遭唱反调无人跟进之下李鸿忠突然发声 8月8日距天津市伟基关报天津日报 消息天津市召开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和其事业单位纪检监察工作座谈会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出席并讲话李鸿忠 在讲话中吹捧习核心所谓战略高度 政治勇气强调要坚决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习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有分析认为李鸿忠这一表态似乎和中共政坛兴起的热词 定于一尊有关 但他没有明确使用定于一尊字眼 7月3日至4日中共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习近平当时在会上趁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 7月16日习近平新信力战书发生要求维护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的一锤定音 定于一尊权威赵克志陈一新等也先后表态定于一尊 不过就在习亲信表态要维护习核心的权威后网络上热传去年 山西日报曾刊登一篇文章 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 文章说历史上正是这种定于一尊的专制统治加速了寝王朝的父王 人民日报也连发文章疑似反击习近平 栗战书定于一尊理论7月20日中共人民日报刊发一篇奇怪的文章 题目是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文过则系是一种境界 7月16日人民日报也曾发表一篇题为做一股清流的评论文章 抬出中共已故两元老彭德怀 张爱平作为敢于犯上的典范 因为彭以犯上骂毛著称 而张当年曾批邓小平允许军对经商这两篇文章之所以敏感 是因为近期中南海正处多事之休北京政变 元老逼宫 传言纷纷被戴河会议将开据称议题 包括谭及提领导与习近平及全方向大议 自习近平7月3号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除了一批处于中央的亲信先后对定于一尊 表态包括7月12号丁薛祥表态 16号陈一新表态 17号栗战书表态 18号赵克志表态 在地方7月份只有习家军成员之一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齐7月23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表态 要坚决维护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权威 这是首次由中共地方省级官员跟进表态 全国各省市高官大员一直并未跟进表态 这与中共十九大前后全国党政军挺习 效忠表态的情形 迥义对此在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 这说明体制内各派系可能还在观望 在北戴和会议前在看各方的力量对比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泽说 目前党内的分裂程度是习上台以来从未有过的李洪忠 堪称变色龙捧习最初为中共官场 近年出现类似文革的个人崇拜之风 各地出现不少宋习歌曲 宣传话 媒体报道将习弄成了伟大领袖 伟大舵首席在党媒 实时占领头版重要篇幅 高官大员更是以争相拍马吹捧其中执掌经基门护天津的李洪忠更是初位 李洪忠本身是有江派色彩的官员 在广东任职时受到江泽民拼透黄丽满的关照和提拔 他在主政湖北时就传出贪腐等负面消息 但曾多次公开向习近平表忠心表忠平率领先于其他官员 2016年初李洪忠在他主持的湖北省委常委会上 便趁要自觉维护习核心成为最早呼喊出习核心 称号的官员 2016年9月李洪忠空降天津出任一把手后 在短短一个月内四次公开表忠心誓言绝对忠诚不当 墙头草等二2017年2月19日李洪忠又公开称奇的讲话 纵贯古今指引方向起贯常红充分展现息的 人格魅力政治家境界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战略家的领袖风范 同年6月7日李洪忠更是在天津市泛大学称 习核心事时代呼唤历史选择人民意愿实践地造的必然产物 8月7日李洪忠在党媒刊文送赞习近平的引领是核心之核心 关键之关键 根本之根本 贸易战冲击中共浮夸开马 受批评北戴河传起政争 值得注意的是近一段时间以来 由中美贸易战引爆的中国政局不稳迹象突现 表现最直接的是对中共党内的冲击和分化 7月6日香港01发表了几名中共匿名官员 专访就中美贸易冲突 发表见解 从对话内容判断受访的包括外交系统 政府部门和经济领域的官员 这些官员指出中美贸易开战 那些曲解中央业图做出不当判断 发出不当指令的官员和大肆渲染民族民粹主疫情 许的一些媒体应付首要责任另外官员还特别提到 目前中共党内对出现的浮夸拍马之风 仍未展现出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并存在其时代如何避免毛时代 个人崇拜的负责 这一巨大问题 他们认为在中美贸易战的当下 中国延续当前的政治氛围 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与此同时7月以来中国政局意向频出 比如新华网突然转载中共总书记华国锋认错仪式 被指示影射习近平 央视新闻联播时又突然出现 有黑衣人抢入直播党镜头的事物之后的播报 却掉了习近平的头衔 人民日报的头条 一度没有习近平的报道 同期网上流传北京要求撤下习近平画像的通知 陕西社科院要立项征集研究的梁家和大学问 也被叫停7月中旬 政治流言突然马天飞 并且透过海外社交媒体释放 包括中共元老拍桌子吵架对习近平发难 联明致信政治局要求罢处习 王沪宁被迫下台汪洋取代习 胡春华入常成为总书记接班人保留习的位置 二次修宪重新加入国家主席任期制 替换习 刘鹤和王沪宁的人选以敲定等等 甚至传习出访 如当年胡锦涛出访回来被消悬等等 而当局对习近平宣传先议后揚 加上力战书等习亲信高调以一定之尊 对反习势力宣战印证政局 轨诀7月15日 据说有北京背景的海外 多维网报导趁北戴河会议 将谈聚焦三大内容 除了贸易战和金融风险管控 中共高层还会就中共党舰和宣传问题进行讨论 不排除可能调整领导风格 淡化个人一把抓的形象 突出集体领导其中第三项政治议题 与7月中以来疯传的元老逼宫 甚至政变等传闻 以及官员街受港媒采访 表达对吹捧习近平风气不满 有所呼应 北戴河会议成谜 李鸿忠已讲浑水 自本月开始中共领导人隐身 已近一周中共中组部部长陈希 副总理胡春华8月4日 在北戴河看望慰问暑期休假专家 这意味着一年一度的中共高层 北戴河会议已经开始 但会议到底如何开有何内容 始终会是个迷连日来往上 盛传习近平在北戴河下榻的零号别墅 白天和晚上门庭若市 说法据说 有北京背景的海外 多维对此没有否认8月8日 也转述披露了多个中共大员的行踪 他们频繁出入北戴河和往返办公 其中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据说已赶往北戴河报道 不排除这次其在天津开企业 座谈会 也是往返办公形式 在北戴河会议仍在开期间 党内争吵未有结论 且目前中共官场对于表中吹捧 做太有争议的情形下 李鸿忠再次高调表中席 和新奇动机引人揣测 是否在那边 也有些人揣测 在北戴河会议仍在那里 我可以看到 这次是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